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眼PG 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亦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的節錄傳播出去 MyTube View 說它是用彩票公司的 App 買 所以中了都會立即知道 其實現在 你在香港馬會也是 中了都會自己派菜給你的 即是你買馬也是 買綠合彩、買球也是 你現在是不用對飛的 Ritter UN 說去年好像三月中了三獎 半注兩萬五個字 半注兩元舊戶口 買了固定號碼很多年 剛剛就回本 那就恭喜你了 剛才有網友問 究竟李鐵是誰 因為有網友就傳 他說現在傳聞 就是李鐵死了 有些幫友不知道李鐵是誰 現在又說說李鐵是誰 李鐵是中國國足的前主教練 他在一月的時候 就上了央視反腐專題片 他是最後一集的 一體推進三不負 可能有些幫友沒有看過 我現在告訴大家 其實央視每年都有反腐電視專題片 他在一月初的時候 做了一套叫做持續法力中心推進 最後一集是講體育的 一體推進三不負 裡面就有講國內足球圈的貪腐細節 這個李鐵就是中國國足球隊前主教練 他是不是死了我不知道 他當時認了一件事 當年兩度幫不同球隊衝超成功 什麼叫做衝超呢? 就是升上去中超 背後就是靠來打架球的 這個李鐵其實 是之前在愛華頓那裡踢的 你可能不知道 愛華頓就是Everton 在利物浦 愛華頓也是 他踢完之後 就回到中國做教練 他帶領兩隊 中甲的球隊 其實那兩隊可能大家也沒聽過 河北華夏幸福和武漢卓爾 升上了中超 他升上了中超之後 就變成了國足的主教練 人們覺得他成功 但是其實他升上了中超 其實是賄賂人升上了中超 混蛋 打假球 哈哈哈哈 就是少林足球的情節 都出來了 你老闆 哈哈哈哈 他是這樣的 他去做河北華夏幸福 其實華夏幸福也是內房公司 這個也是有點奶奶的 不過有機會再說 他做主教的時候 本來賽季只有九場比賽 華夏幸福排第六 他本來是上不了中超的 理論上 但是結果他做什麼呢 他就是收買對手 叫對手打夾球 哈哈哈哈 那 汪龍就說這個是中國強紅 我不知道 Camp St. Lo說這個是中國的中球先生 現在應該是坐牢的 如果沒有搞錯他應該在坐牢 那他結果很瘋狂的 這個華夏幸福那時候 2015年的時候 是連續八場都贏球的 哈哈哈哈 那最後一場的時候 原來就賄賂了 這個深圳宇行俱樂部 哈哈哈哈 就給了1400萬人民幣 哈哈哈哈 你老闆是這樣的 給了這個深圳俱樂部 主教練和球員 全部打了招呼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看 這件事 所以就是好笑的 其實他 他說自己是怎麼說的 他說 我做球員的時候 我就最有機會踢假球了 但是呢 因為我知道 這樣可能會幫助 增加中超的機率 就是上去中超 他第一次做球隊的主教練 他特別想證明自己的能力 那當然 如果能力不到位的話 那你當然是賄賂快 那他就賄賂了 哈哈哈哈 這個真是好笑 Dosa就說 李鐵是愛華頓 孫繼凱就是曼城 那就不要緊 然後 這個李鐵 他 他之後做什麼呢 就是 聯絡了 深圳隊的後衛 哈哈哈哈 那個後衛 這個呢 這個也很厲害 為什麼說這個後衛也很厲害呢 這個好像叫做黎菲 如果沒有搞錯 好像叫做黎菲 或者叫做成績菲然的菲 開了價錢是多少萬可以幫忙打球呢 就是600萬 這個黎菲 他有點名的 他說你給我600萬 我會打點其他的球員 我會處理 接著 這個黎菲 一個人自己獨吞了600萬 哈哈哈哈 這個黎菲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天時地利人和來說 他們華幸福本來都佔優的 哈哈哈哈 接著華幸福最後2.0 那麼 李鐵在2017年轉了會 就去武漢卓爾俱樂部做主教練 他主動叫人打架球 哈哈哈哈 因為他越來越急功近利 因為要有成績嘛 有成績怎麼辦呢 找人吹黑哨吧 是找個球證 哈哈哈哈 收買對方球員教練 哈哈哈哈 是習慣來的 哈哈哈哈 接著呢 李鐵 他是慫恿到武漢卓爾 不惜血本 接著就衝超 結果呢 2018年10月呢 就上了中超 哈哈哈哈 你老美 哈哈哈哈 這樣 那衰弹經一將是魔鬼隊 喏 他究竟是怎麼可以做國足教練 這個混蛋 其實不只是他混蛋 是整套東西都有問題 老實說 整套東西都是腐敗了 所以現在就收拾了 怎樣呢 2019年8月 李鐵就想 中國祝協要做藍竹國家選拔隊參加東亞杯 李鐵就想做主教練 就找祝協高層推銷自己 那麼他就游說了武漢卓爾俱樂部 出錢幫他打點 接著如果能上位的話 就會給武漢卓爾回報 那麼 拿多少錢出來呢 就拿了兩百萬出來 就是向中國祝協之前的主席 叫做 呃 陳茂元 啊 不是陳卓元 這個不是陳茂元 我看錯了一個字 啊 這個是陳卓元 那麼他就行賄 接著自己呢 李鐵就拿了一百萬給祝協秘書長留役 然後如果 就是 看到這樣的事情 你其實覺得國足有希望 你也覺得很難 其實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是很難的 那麼 那Rafin Chan就說意上不道 那Keef Young就說 哪裡來這麼多錢收買人 其實中國的足球呢 變質是很久的事 為什麼他們變質是很久的呢 球員都不管理自己的身體 你看看自己的 你看看那些球員呢 他們 呃 脫了一件衣服 沒有肌肉的 可以整個阿哥是 可以是 就是最佳球員呢 就是 體型根本不可能做最佳球員 那Sam Trey就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背後是不是有更加大的利益 那整個足球的運動 是很大的利益 那些人會買票去看 有贊助商 其實整個利益很大的 其實是 還有一些人有賭球 就是外圍 這個在國內就是 有賭球 所以 很多東西都加起來 喏 結果李鐵就做了什麼呢 就做了國足國家選拔隊主教練 在2020年1月的時候 就是國足主教練 接著 李鐵做了什麼呢 李鐵就跟卓爾俱樂部 簽了一張6000萬的合同 那麼 就把6個武漢卓爾的球員 就選了入國家隊 就是這樣 李鐵他 在央視的節目中 他就說他非常後悔的 還是要踏踏實實 也要走正路 不要急功近利 不要想盡一切辦法 就走捷徑 他現在應該坐牢的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死了 剛才有聽眾傳說他死了 我也確認不到 但是李鐵是什麼人呢 現在就解釋了 其實 國內這個足球 是一直都為人救病的 所以 為什麼說 國內的足球水平 連習主席都說是有反覆 為什麼連習主席都說 其實這個真的有反覆 其實呢 是習主席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 真的 因為 因為整套東西實在 有吹黑哨 又 有那些賄賂 那些太多了 因為其實 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知道為什麼 有很大的利益 就是因為 入場看球隊的人不少 因為國內有很多人 你要知道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就是有人的地方有經濟 這是事實來的 如果那個地方有 十幾億人 你不用十幾億人 也有錢看足球 那個足球運動才會賺到錢的 裡面只要有幾千萬人有錢 是經常去看球隊的 其實已經是肥仔細的了 我不是開玩笑 已經是很肥仔細的了 不過 當然 現在 在國內 是不是 好了一點 我理解 就是 連結一些 還有 就是中超的水平 就開始提升了一些 現在就 但是習主席也說有反復了 國足是 哈哈哈哈 那 Wallow 就說國足是 習主席少數沒有辦法整頓向上創成績的板塊 現在A股 A股那裡有傳聞說習主席會親自督戰 究竟是不是 我認為這些暫時是傳聞來的 因為 如果親自督戰的話 最一定要整頓的地方 就是香港 因為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是令到國內 金融市場的人 很多都沒有信心 是很麻煩的 那麼 輝日人類美麗共同體就說 未學走才學走 別人的英國的技術真是操練到爐火純青 插水也插得特別似 才扮射不進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你說現在的球隊會不會打架球 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賭球牽涉在內 他們又要賺快錢的話 一定會有人打架球 不過你怎麼抓他們 這個是有難度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KMC 2.0 就說 所以中國不是沒有好的足球員 而是沒有好的環境 被好的足球員出現 生態出了問題 當生態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當然是有問題 這個是現實的 你說是不是制度的問題 我不認為是制度的問題 因為 什麼制度都會有可能有貪腐 但是貪腐複蝕了制度的時候 就是很大的問題 本身的制度可能不是問題那麼大 但是他被貪腐複複複蝕了 那他就糟糕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做一個廉潔的事情 跟廉潔有關的事情 所以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曾經說 梅西今天微博洗版 其實我說過很多次 我不想說的 或者是今晚才說的 為什麼我說過今晚才說呢 因為有些網友都跟我說 其實本來我昨晚都打算說的 他們就覺得台上的言論很混沌 那我就跟大家說一件事沒辦法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看了很多世事會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正常的 這是正常的 那麼 Mann-Fi-Lang就說上星期六 嘉湖有成交260萬 很快有消息 香港的樓市不行 是 就是 差不多是已成定局的 所以 大家沒有信心都是正常的 我都跟大家說 現在 沒辦法 如果你可能 信林鄭那個置業階梯買了樓的人 你們輸得很厲害 我都告訴大家沒辦法 我都想不到 他會這樣搞的 特區政府有簡約公屋 接著 三折都肯賣地給別人 其實當 這些事情出現了之後 其實我的信心都沒有了很多 說真的 我對香港的信心都沒有了很多 就是 在CBD2搞簡約公屋那些 根本都不正常 正路的政府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 其他事情當然也很不正常 為什麼我說很不正常 你自己搞死自己的財政收入也可以 你做一大堆事情 搞得人們沒有信心 搞得自己的財政收入 越來越少 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事情沒有真的去處理 有問題就不處理 我都跟大家說 沒有信心是正常的 那算了 Lizzo Inbetty 始終是上樑不正下樑歪 但是 她的腐敗 如果你看過那套紀錄片就會知道 國內的足球 有一段時間 根本她腐敗得太厲害了 為什麼她們有有因去衝超 就是因為 她一成為中超球隊之後 她們的贊助 所有東西都會升級的 那些人會賺多了很多錢 所以她是有有因 就是去 賄賂人打假球 讓她們可以衝超 其實就是這樣 我也說過事實 Dosa就說 祖雲達斯曾經推過兩次貪外圍 莊家黑錢被罰降 班月祖 其實 我也說過 銀子花碌碌碌嘛 你說外國沒有打假球 什麼外國都有 而且 而且外國 他們現在打假球很精進的了 你不是那麼容易 抓到他們的球員打假球的 現在跟以前不同了 那麼 讚先生就說 中國的貪腐基本是窩岸 一觸就一批 其實因為是被那些腐敗的人 控制了整個局面 就是被他們成了一輩子 現實就是這樣 你被一群人成了一輩子 他做什麼都可以的時候 他一定 沒有制衡的 他做什麼都可以 又喪失了信念 如果用國內的說法 就是喪失了信念 他是一定會搞到一鍋足的 我也說過事實 就是這樣了 Karen Chan 就說現在真的快要回到08年的價位 Karen Chan 就覺得很慘 沒有辦法的 我也跟大家說 就是有時候 現在這樣的環境 也沒辦法的 他們 特區政府做了這麼多事情 那些人 都沒有聲音出的 出聲就說你是黑暴了 出聲就說你是反動分子 我有什麼辦法呢 都沒有辦法的 對不對 好 Main Fight Lung 就說三房跌到四球 這個數字我不敢說 待會講一下杜拜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杜拜其實他們的寫字樓 在疫情期間 那個租金是跌得很厲害的 但是他們現在在杜拜 那個寫字樓租金已經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還沒到疫情前的價錢 但是回到那個水平 休息一會就說一下杜拜 就是怎樣救他們的樓市 休息一會 心配鬼 說到藥 這裡 Derek Giop 還有 你說 雖 Sorry ��면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